作为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 蒋经国却在死前留下了蒋家后人不得参政的祖训 而如今仅仅间隔了一代人 蒋万安却重回政坛 甚至当选了台北市市长 身为蒋介石增孙 蒋经国孙子的蒋万安为何要公然违背祖训 为何蒋家族谱里根本没有蒋万安的名字 他的身世究竟有何谜团 你可知道大名鼎鼎的宋美玲 其实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原配夫人 而蒋介石跟宋美玲也从未有过后代 那现在蒋介石的后人到底从何而来呢 身为当时国民党的最高统治者 蒋介石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也有过不少的风流运势 即便与发妻毛福梅结婚后 蒋介石也经常流连风月场所 与他油染的女子更是不计其数 事实上在宋美玲之前 光被蒋介石承认的妻子就有三个 直到与宋美玲结婚 蒋介石才好像收起了本性 不过多年的风流并没有给蒋介石带来太多的子嗣 就众人所知道的蒋介石儿子来说 只有两个 一个是蒋经国 一个是蒋伟国 二者都并非宋美玲所生 原因也很简单 宋美玲在跟随蒋介石后不久 就因为一次流产而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 所以他与蒋介石并无后代 有意思的是 1988年 身为蒋介石后代之一的蒋伟国 突然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 那就是他根本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 他的生父乃是蒋介石的多年好友戴季陶 本来只是捕风捉影的事情 现在却得到了蒋伟国的亲口承认 现在可以说是实锤无误了 因此说到底 其实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只有一个 那就是国民党后来的接班人 蒋经国 蒋经国15岁的时候 正是我国爱国主义活动的高潮时期 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时期 而蒋经国也曾是当时轰轰烈烈的 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之一 尽管因为这件事 他被当时的学校以太过极端的借口给退学了 而这也开启了蒋经国的第二段人生 当时由于我国的共产主义还处于发展时期 因此每年都会派一批人 前往当时的苏联留学 学习苏联的共产主义 这次恰好正值国共秘密 因此身为蒋介石长子的蒋经国 也在去苏留学的名单当中 抵达苏联之后 蒋经国不仅加入了共青团 还得到了苏联红军军政大学的保送资格 在这段时间里 年轻气盛的蒋经国 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 苏联人芬娜 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 很快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 不过好景不长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蒋经国在苏联的地位 也开始尴尬起来 为了明哲保身 蒋经国不断写信 斥责痛骂 他那正在卖力搅供的亲生父亲 不过这种小把戏 还蒙蔽不了斯大林的眼睛 很快 在斯大林的受益下 蒋经国被派往了严寒的西伯利亚 成为了当地工厂中的一名工人 而身为蒋经国女友的芬娜 竟然义无反顾 欣然与蒋经国前往了西伯利亚 尽管日子苦寒 生下了数个儿女 可惜二者的平静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展开 蒋经国这个蒋介石的儿子 也终于得到了回国的机会 随其一同回国的还有他的妻子 芬娜 事实上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美龄 都对这个能与蒋经国患难与共的苏联儿媳妇 十分满意 特别是他还为蒋家生下了好几个儿子 为此 宋美龄还为芬娜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名为蒋方良 就这样 分那真正的在中国落下的角 同时 蒋介石也没有放弃培养儿子 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的想法 为了给蒋经国度金 在他回国后不久 蒋介石就把他安排到了江西 让他主政干州 也正是在这里 蒋经国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 张亚若 作为新时代女性 出身优渥家庭的张亚若 不仅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还有着较为开放的思想 不过 无论是他的父母 还是他的丈夫 都没有办法接受张亚若出门抛头露面的工作 不过 很快事情出现了转机 那就是 他的丈夫唐英 突发疾病 死了 得到自由的张亚若 正巧碰到了主政干州的蒋经国 在招聘办事人员 很快年轻漂亮 知书达理的张亚若 就吸引了蒋经国的注意 并暗地里 把张亚若安排为了自己的秘书 看来身为蒋介石的儿子 蒋经国同样也继承了 那一脉相传的风流多情 没用多久 蒋经国就忘却 曾经陪他同甘共苦 远在南京的原配妻子蒋方良 不搭在了一起 并且偷情找小三的蒋经国 根本毫不掩藏 经常带着张亚若 出席各种公共场所 很快这件事情 就在国民党内部 闹得沸沸扬扬 得知消息的蒋介石 更是被气得蹊跷生烟 打电话痛骂了蒋经国一顿 为了平息风波 蒋经国只好偷偷地 把张亚若送到了广西桂林 想让他在那里避避风头 而在那时候 张亚若其实就已经有了身孕 果然 抵达桂林后不久 张亚若就为蒋经国 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得知消息的蒋经国 大喜过望 立马给这两个儿子取了名字 名为孝言 孝子 不过尽管给蒋家生下了儿子 张亚若还是没有得到 宋美玲与蒋介石的承认 正当蒋经国为此苦恼时 耳边突然传来了 张亚若的死亡的消息 这对蒋经国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原来当晚张亚若 正在朋友家赴宴 演习过半 张亚若却突然身体不适 很快呕吐不止的张亚若 就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在医生打过一针后 张亚若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 最后竟然一命呜呼了 愤怒的蒋经国 曾下令彻查此事 但到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而张亚若的两个儿子 也随着国民党战败 在蒋经国的安排下 一同退居到了台湾 不过无论是蒋孝言 还是蒋孝慈 都没有得到蒋家的承认 从小跟随外婆生活的他们 曾沦落到上学 都没有鞋子穿 尽管这样 他们最终还是考上了大学 而之后 蒋孝言按部就班的成家立业 并生下了一个儿子 也就是蒋经国的孙子 名为万安 不过由于蒋孝言的身份 根本没有得到蒋家的承认 所以这个儿子在27岁之前 一直都跟随奶奶姓 名为张万安 直到2005年 张万安才得到了蒋氏宗族的承认 入名了族谱 改名为蒋万安 而蒋万安在改名后不久 就放弃了自己美国律师的身份 回到了台湾 并开始从事政治活动 并且在2002年 成功当选了台北市的市长 蒋万安的当选 不禁让人想到 蒋经国在死前留下的祖讯 蒋家后人不得从政 不过据蒋万安所说 他参加选举 只是为了台湾人民 与蒋家无关 不过 其背后真正的原因 我们如今不得而知 我会认为了台湾的事